请你们来野唱会当帮唱嘉宾的 不是来砸场子的 五月天上海野唱会 请林俊杰当嘉宾 两人合作不为谁而做的歌 网友瑞评唱的可以说是歌有千秋吧 林俊杰声线优美 五月天也是发出声音了 咱就说不知道还以为这是林俊杰的演唱会呢 还是胡彦斌和林俊杰这对相爱相杀好看 之前胡彦斌去看林俊杰演唱会被点名 现场教学烫嘴神曲 你要的全拿走 可是经典名唱片 今年林俊杰苏州演唱会 请了胡彦斌来当嘉宾 两个人合唱黑夜问白天 直接造就风尘现场 真的是两个实力歌手同台飙歌 每个瞬间都很绝 林俊杰总被别人咋嗓子 好不容易去别人的帮唱 结果还贡献了经典的煎熬笑料 唱诗心绝对的李盛杰去看 周董的演唱会被发现 在周杰伦请求下唱了安静 这嗓音和唱功完全实力派 在现场的粉丝也是大饱而服 容祖儿的唱功被称为香港最后的天后 也不为过 但是遇到歌神张学友 容祖儿秒变 星星也迷媚 心甘情愿沦为和声 就说啊 谁能不为张学友的歌声沉醉呢 我 留着你真身边 心仍然很远 也许终遇到有点 当你叹大前面 但我分不上这场是谁的点 你公园 因为就想不上这场是谁的点 这场是谁的点 尽ord концеく户 你也许终遇到有点 你不上这场是谁的点 天后 你也许终遇到有点 谁的点 你也许终遇到有点 你也许终遇到有点 但我也许终遇到有点 我那也许终遇到有点 我曾经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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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澳门 晓尔没有难 在这里 你有一点 用一生 传一生 流水泵雨淡 何用歌星泰 命裡有志 心碎有 一位是八十年代的偶像 一位是九零后的青春 刘德华和周杰伦这两代天王 就在周杰伦的《地表最强2》的演唱会上 上演了一出《世纪同框》 两位天王同台献唱刘德华的经典歌曲《浪子新生》和《忘情水》 不仅让台下的所有粉丝是惊喜不已 更是把屏幕前很多歌迷 拉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这张门票可太值了 哈哈 喝过一杯忘情水 管我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意 任他欲大风吹 不值得爱受不畏 吴俊玲 吴白 再一次 从我这边是中间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杜玲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 你来了之后 他们变得比较听话 都知道吴白是现场之王 一台风扇 一把吉他 就能造翻全场 就是在别人的演唱会 依旧能独领风骚 19年 他是五月天邀请 担任五月天的跨年演唱会嘉宾 摇滚老将和摇滚天团的激情对上 让现场气氛嗨到极点 同样是演唱会嘉宾 有的全场欢呼欢迎 有的却全体冷场喊下去 华晨宇去五月天鸟超演唱会当嘉宾 就尴尬了 阿信介绍完也没几个人鼓掌 甚至网友说 华晨宇开场时啊 好多人跑去上厕所 路人员差成这样也是少见啊 我是华晨宇宇 太人气了 终于能够来 这上方水灰火热 谢谢大家 为什么完全没有人 你看 所以歌手路人员那还是很重要的 毕竟真正有实力的歌手到哪里都招人喜欢了 周杰伦助阵五月天直接开成了自己的专场 而这也不是阿信第一次质疑他粉丝的属性了 毕竟他每次唱周杰伦的歌 开口就是大合唱 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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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一手比一手大哦 没关系 你们今天想要退票的话都可以 那个出口呢 在你们的右后方跟左后方都有个出口 出去的时候呢 门票记得交还给工作人员好吗 然后跟他说 我买成五月天的了 买买周杰伦 在原唱面前砸场子 必须是胆子大唱功强 原唱爽不爽我不知道 反正啊我听爽了 那王全喜一手披着羊皮的狼 直接把谭永林唱嗨来 而张杰的月亮之上 神级改编更是点燃全场啊 王潇民一手《笑看风云》 不仅让郑少秋拍手叫好 还因此一战成平 又活得开心心不忌恒 为今天会唱首歌 任空谷歌手伤 正快乐 在门口中伤害神 音乐布置一面老正带你发现 点个订阅不迷路